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百香果有两颗 这段时间果汁已经长了很多 今天我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这边是有两颗百香果 同一个时间 可是一个是那么小 然后这边就是很大发展很快 在同一个环境 可是我们看两个完全都是不一样 同一个时间 可是两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可能这边是有很多阳光这样子 然后它延伸的比较长 它的根部和其他都长比较快 我看这里 这边 这样然后这里 今天我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会去看一下这些果 你看 已经开始来了好多果 然后我们看上面有一个绿枝的那个地方 我们看那边是绿枝 然后这些果都已经挂在上面 我们看 我再让大家看一下 那里面 那里面全都是百香果 就连我们的这颗大树的龙眼 上面 上面现在我都看到很多百香果在上面 花在上面 我们有看到那个地方 这次百香果真是很多 然后我们看连那个椰子那边 就是一样 好 再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批 我看连这个地方 也都是来那么多 好 好 我们看 好 在里面 我们看到里面 还这样刮果 对 好 虽然有两颗 而 种的是同一个时间 可是长速度又不一样了 我们刮在那边缆线的地方 也有好多果 我们看 刮在这边缆线的部分 奈何龙眼的那边 奈何龙眼的那边 我们看 那上面 好多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 走进虚里面 好 我们看 今年的这颗龙眼 特别的长好多果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是 前一段时间 我种的 一种越南 苏葡萄 的苏葡萄 到今年也长了很 很 很好了 好 好 我们看这里 这边 这家 下街的地方 对 我们往前都会看得到 这是我们的百姓果 我虽然是中同一个时间 它长出来的 萌发出来的 完全是不一样 我看 有几颗它从这里 延伸到上面来 果子也是特别的多 我们看这边 这里 上市去看的时候 还没长那么多 这是我们这里 123 4 5 6 7 我们看 长了好多 这里 那边 看 里面 还没长装 啊 我看 啊 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稍微微蝎掉 就是出现有些异常这样子 那是我们的椰子 上面长了好多果 这里 我们看那两棵上面 它已经跑到那上面来很高 那个地方也是刮了很多谷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边跟那边 一个是很大 这边是很小的这样子 同一丝种而已 这一丝真的来了很多谷 这里 一二三 一二三 这边来 这一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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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在这里 其实这几棵百姓果在这地方也不是很肥沃的地方 可是它的活力非常的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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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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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此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